中國大陸要打造航母 它所要做的不是像美國 美國是把全世界當作它家 當作它的地盤 到處派它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去尋回全世界 中國大陸它沒有必要 沒有要像美國把手伸得這麼遠 它只是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守好 把自己的海岸線能夠鞏固住國家安全 它要的不外乎就是這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與其去建一艘核子動力航空母艦 不如多建幾艘核子動力潛水艇 可能比較有用 那對中國大陸來講 當然也沒有必要要去建所謂的核動力航空母艦 這個意義實在並不太大 我只能說越神秘的東西大家就越好奇 那究竟這第四艘航母是核動力還是傳統動力呢 說到中國大陸近年的海上擴張 它們是動作頻繁 無論是對東海 南海 或者是台灣海峽 都是多線 初級 多線經營 可以說對於海軍戰力的投入是極盡鎖的 來看到法媒Meta Defense的專欄指出 中共的軍政委袁華智 在今年三月人大會議期間 他對媒體說 有關中國大陸第四艘航母是否為核動力 它沒有明講 只回應很快就會對外來公布了 但是我們等到現在都七月了 還是沒有公布 於是大家都在猜 一些軍事專家就認為 以中國現行的條件 其實要打造核動力航母呢 還言之過早了 因為技術不夠成熟 並且以當權的需求而言呢 使用傳統動力的航空母艦就夠了 綽綽有餘了 成本更低 而且可持續性更高 所以說這個第四艘航母究竟是 福建艦的姐妹艦 或者是說進化版 那它是常規動力或者是核動力 對於解放軍來說 這兩種動力背後代表的意義分別是什麼 想問大限委員 對其實坦白講啦 當然如果是核動力的話 在造艦技術上 就是某種程度就提升了另外一個層次 但是對中國大陸解放軍來說 它現階段有沒有必要要去打造一條 一艘核動力的這個航空母艦 這個恐怕是真的是值得好好討論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核子動力的不管是這個航空母艦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艦艇也好 它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在於它可以長期的航行 那問題是中國大陸要打造航母 它所要做的不是像美國 美國是把全世界當作它家 當作它的地盤 所以它一下又要派到什麼地中海 又要派到這個大西洋 到處派它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去巡迴這個全世界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核動力對它來說當然比較重要 因為常規動力的話它需要補給 它需要有這個能源的供給 這些都是問題 可是中國大陸它沒有必要 它沒有要像美國把手伸得這麼遠 跑到其他的地方去耀武揚威 它沒有要去做這件事情 它只是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守好 把自己的這個海岸線 自己的這個領海地區 能夠鞏固住國家安全 它要的不外乎就是這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與其去建一艘核子動力航空母艦 不如多建幾艘核子動力潛水艇 可能比較有用 因為核子動力潛艇的意義就不一樣了 核子動力潛艇是因為潛艇要長期逆中 潛航在海底中 所以你不能夠像那個傳統的動力的潛艇一樣 三不五時又浮上來一次 那長期的可以潛艇在這個潛航在海底的 這種核子動力潛艇 在全球進行戰略部署的時候 它會發揮關鍵性的效果 因為你的對手不知道你的潛艇到底在哪裡 到底在哪一個深海的地方停泊在那裡 隨時可以發射導彈 所以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航空母艦它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它其實航空母艦本身是沒有辦法有什麼太多攻擊能力的 這就是為什麼航空母艦戰鬥群都需要護衛艦 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戰鬥群都需要飛彈驅逐艦在旁邊保護 航空母艦戰鬥群說直白一點 它就是起降航空器之用的 就是起降戰鬥機用的 也就是海上活動的機場 就這麼簡單一件事情 那對中國大陸來講 如果只是這樣的一個概念的話 它當然也沒有必要要去建所謂的核動力航空母艦 這個意義實在並不太大 是 我只能說這個越神秘的東西大家就越好奇 那究竟這第四艘航母是核動力還是傳統動力呢 或許不是現在要關切的重點 因為它上面能搭載什麼才是重點 我們來看這個軍文網站Neville News 透過一張衛星的圖片 拍到這個江蘇的大洋造船有限公司 他們正在長江的邊上秘密建造 這艘第四艘航母 那軍事專家也做出了許多的分析跟假想 其中的關鍵點出了 這艘航母的盾位比傳統普通的航母是要小的 而且它的飛行甲板的長寬 以及沒有採用斜角的設計 種種特徵也似乎顯示 它並不是為了艦載戰鬥機而打造 那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現在新型態戰爭大量使用的無人機 如果成真的話這將是全球首例 所以我想問嚴老師 您怎麼看這艘新航母跟前三艘航母的 戰術定位的差距 那還有一點可能是 它會不會是世界上第一艘 專用固定翼無人機航母的創舉 我想首先我先回應一下這個大建委員剛剛提到的 就是美國過去一直把大陸認為說 它就是一個在東亞地區 在這個地區它的海軍就是在這個地方活動 那大陸一看頭給人家感覺也是如此 不是一個有遠洋艦隊向美國全球布局的 可是你美國後來又開始不斷的吵 說大陸有全球野心 那大陸現在也就做出一些東西 讓你有些擔憂 去到南海 去到東海 可能會出南海到印度洋什麼 他們確實也在非洲有一個基地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你美國在把一個敵人給樹立出來的 就它本來可能真的就像你講的 就是在Status Quo 就是一個我們講維持現狀 就是我就是在東亞地區 我在我的東海 黃海 甚至在南海這個地區活動 這是我的範圍 沒有像你美國要巡航全球的 結果你美國一直把我講的那麼重要 那我變成只好要重要一點 就是做更多 那當然我認為它現在這一艘航母 如果第四艘成型 以現在無人機的這個科技發達的程度 使用的程度 當然如果是一個起將無人機的一個航母 那當然是更適合 對於它在區域內我覺得的一個戰略布局是比較好的 它如果今天真的是要往外走到很遠 到印度洋 到南泰 因為美國就說它也進入到南泰 然後甚至如果說它今天在古巴也在搞什麼東西 對 那那個時候你的無人機會不會 它航母不需要開這麼遠 我覺得可能就是在這裡 所以頓位也小一些 可能就在這裡 那如果今天它這一艘也變成像大卿委員講了 你要是設核子的動力的話 那當然你美國我覺得要更擔心一些 那你現在如果不是的話 美國就你還是把它解釋成 就是你們20年前對大陸的估計 就是它就是在它的區域內 是 袁老師跟大卿委員其實都提到 中國海軍呢 他們其實現在就是focus在他們家門口的一母三分地 並不像美軍的海上戰力 像是全球的巡迴 不過說到這個解放軍 他們在海上霸權 其實野心也是不小 因為他們的目標是放在2045年之前 要擁有一支由 十幾艘航空母艦組成的艦隊 他們希望能跟美國海軍來搬一搬手腕 並駕齊驅 甚至是超越 莊教授你覺得這個可惜性怎麼樣 任何一個海航國家對於稱霸海上 都會有這樣的嚮往 但未必是用野心來解讀 是 那我們一般海軍規模 最簡單的判定就是 河水海軍 河赤的河 只是能夠在內河航行的 像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的時候 海戰是在密西西比河 跟五大胡志願跟英國展開的 然後河水海軍 再來是綠水海軍 這個國家的海軍實力可以沿著 大陸棚周遭的領海 還有專屬基金域海域展開 像中華民國的海軍 那或日本南韓 甚至澳洲還有加拿大海軍 就是Green Water 我們在海邊跟出海口看都是綠色的水 這台進展道是藍水 Blue Water 就是指的是有能夠制霸海洋 那通常用航空母艦來做一個代表 因為能夠遠程投射軍力 像我們認為美國 俄羅斯 英國 法國 甚至義大利等等 那對於這個講法說 希望在2045年以前有一個十幾艘航母組的艦隊 能夠跟美國一掰掰手腕一絕高下 這個應該只是媒體的說法 首先有兩點值得挑戰 第一個 因為中國跟美國不一樣 美國有大西洋 又有太平洋 又有墨西哥灣 所以它的海軍建築要很龐大 周圍的水域挑戰就不一樣 對 那中國畢竟只有沿著太平洋跟南海區域 需不需要到十幾艘 我打個問號 即便韓國母艦有三分之一 是在建造 維修 三分之一訓練 三分之一運用部署 有沒有到十幾艘 我也打個問號 第二個 中共媒體或官方領導人 從來沒有正式講過 要跟美國一較高下的一個講法 有的話都是他們當地的政論家 名嘴或小粉紅 所以對於此說我打個問號 那我們有一點必須深入探討 航母包含造航母 養航母跟用航母三個階段 造航母是最簡單的 養航母有航母的國家太多 後來不了了之 像荷蘭也有航母 從英國接收了 後來受不了賣給阿根廷 巴西也有航母 接收法國的二手航母 福西號 叫聖保羅號 後來也解體了 那像這個 過去阿根廷也有航母 現在也不了了之了 泰國也有航母 後來因為經濟困難 也要把它封存了 所以養航母是一個困難 那再來是用航母 以1972年 我們的 中國到外面稱為馬島戰爭 我們叫福海蘭戰爭 阿根廷也有旗艦 5月25號的航母 結果不敢開出去 怕開出去就會被英國擊沈 只能停泊在海邊當一個浮動船物而已 所以 造航母 養航母跟用航母 完全是三個層次 那特別是養航母 美國已經不成問題了 足夠的工業基礎 用航母呢 美國有幾十年的經驗 從二戰 一直到韓戰 越戰 到後來波斯灣戰爭 甚至反恐戰爭 都非常顯熟 所以對於這個十幾艘航母 要跟美國預決高級的說法 大概現階段似乎 你需要自治就可以了 是 就像我們莊教授講的 其實 從造航母 養航母到用航母 就是三個不同階段的難度 那中國航母還有帶這個 更多人給他時間的觀察 但是呢 他們有另外一下武器 就是用電動車 在海外大殺四方的現象 來關心國防部在今天表示 從昨天的清晨六點 到今天清晨六點為止 爭獲了共機十三架次 其中有十架次 逾越了海峽中線 進入到台灣的北中西南 還有東部的空域 那另外您從圖卡上看到 還有六艘共艦 持續在台海的周邊活動 特殊的是 解放軍機跟無人機 首度環繞台灣整個西南空域 大家說是飛好飛滿 那疑似呢 因為大陸山東建 最近現身在 菲律賓旅宋島的外海 所以這空軍戰機跟進行護航 可能有關係 當然我方的國軍方面 運用任務機任務艦來 還有這個暗制飛彈系統 嚴密的在監控跟應變 不過這陣子呢 解放軍的軍機軍艦 加大力道圍台 全台的飛彈部隊緊鄰大坐 一般民眾好像有一點習以為常 這會不會是中國大陸 對台灣的一種心理戰略呢 劉老師你怎麼看 這本來就是個兩難的問題 你說如果就北京它對圍台 它要嚇你 它希望你是被嚇還是不被嚇 那一種當然說 你每個打很緊張 台灣人很緊張 很緊張就會造成內部的不安 內部不安 它也許有些什麼樣的政治目的 可以達成對不對 所以它可能希望嚇你 它嚇你 那你說 那我如果真的很害怕 那我就上當了 那於是我說不害怕 不害怕 我們又說不害怕 開玩笑那狼來了很多了 不害怕那你麻木了 到時候它真打了你怎麼辦 所以到底我們政府或者就北京 我們就 我們如果跳脫兩岸 我們就要看 你到底希望台灣人害怕還是不害怕 我們應該害怕還是應該不害怕 你害怕有害怕的講法 不害怕有不害怕的講法 緊張有緊張的講法 不緊張的理由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題根本無解 它這怎麼辦 真的還是要化解兩岸的關係 你如果化解兩岸的緊張 你如果真的每天都飛機來一下 船越來 然後美國比我們還緊張 最好台灣發藝人發一把槍 你們全民皆兵 賣武器的趕快來賣 那到底 到底大家想要什麼 我們如果想要緩和的話 那必須do something 你必須怎麼樣的緩和 那這樣緩和呢 怎麼從外交上 怎麼建立槓桿 我覺得這是 這是一個外交問題 這不全是一個緊張或不緊張 說應不應該緊張 然後後來被麻痺了 或者說是狼來了 不是這麼簡單的問題 謝謝劉老師 另外想請教夏偉哥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 共機 共艦這個圍台 跟山東號航母 出現在呂松島外海 這兩件事情放在一起看 那你覺得 中共大陸方面 除了嚇阻菲律賓之外 解放軍還想要傳達什麼樣的信號嗎 其實這個 我倒是覺得說 因為最近大陸的這個機艦活動非常頻繁 好像我們這邊感覺非常緊張 但其實某種程度來說 我們也必須要想 你軍隊 你建立了以後 那如果這些軍隊 平常不去練兵 不去做訓練 那其實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吧 所以其實你因為夏季的這個天氣 相對來說比較穩定 除非說颱風出現的時候 那否則並不會造成一些 太比較麻煩的這樣的狀況 也就是天候狀況來說 在夏季只要不下雨 基本上它是一年中相對來說 非常適合演訓的這樣的階段 那你說像前一陣子 那個中國大陸 因為那個整個華南華中 有非常嚴重的這個烙災嘛 那這個情況 就是說烙災發生之後 那其實也影響到 部隊的這個正常作業跟演訓 因為既然是烙災就一定下大雨 那下大雨其實對空軍 或者說這種 船艦這種部隊來說 他本身出去演訓 就沒有什麼意義跟價值 為什麼 因為對於這個全地球的軍隊來說 都一樣的一件事 就是打仗一定要在一個天氣狀況 相對來說是一個穩定和緩的情況下 你狂風暴雨刮颱風 我興趣我不是一樣也碰撞狂風暴雨刮颱風嗎 所以一定會挑一個 相對來說狀況都穩定的時間 這時候大家來做訓練 那現在解放軍 現在應該是他們年度的訓練高峰期 那像你看山東劍也離開了那個 他的母港到菲律賓這邊 進行這樣的演訓 所以整體來說 我們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不要自己嚇自己 認為說他好忙就要對我們動手了 然後怎樣 然後但其實呢 但我們的確也是要真正的 去持續的觀察跟監視 他是不是有一些不正常的舉措 因為你軍隊百人員不可能不叫他練習吧 那台灣的新南空域 我們自己沒有力量去維持長時間的 這個固定的巡弋 那自然他就進去了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自然我們就只能做的 就是好好的監控 但是如果有監控 當然也要讓我們的部隊提高警戒 如果有監控 一旦有狀況 那馬上要起來應變 是 那大家之所以會擔心 可能也因為以下這個原因了 美軍在西太平洋部署雙航母 三航母被認為是常態 原本駐防日本美軍基地八年半的雷根號 現在正在返回的途中 納卡爾文森號正在夏威夷參加環泰軍演 羅斯伯號剛剛結束美月 喊了自由志願聯合軍演 那大家就擔心了 說這是不是給解放軍 在南海跟台海機會接大事 我倒不這麼認為看 看其實你光航母到這個 接近中國大陸的水域 它風險也很高的 中國大陸不是靠航母 跟美國接近的航母對抗 大陸有按機的導彈系統 這個射程 1700公里 2000公里的 比比皆是 另外中國大陸沿岸 這個空軍基地 上面不管你是殲16 還是殲20 還是殲35 它作戰半徑 都有時候到1500公里到2000公里 所以你只要進入到中國大陸 所以這個按機的 沿岸國家的優勢 這個就是一直存在 而且它的這個 對比之下 對美國的威脅來講 不斷在升高 對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中國大陸目前還有兩艘航母 那三艘航母的話 在台灣的北部跟台灣南部 100的話 那有區域巨子更近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美國 所以最近就是說 挺抓狂的 搞這個聯合操演 搞得有點瘋狂 我不認為美國人 隨便抓來都可以 對已經真的有點瘋狂了 自由之刃 又是什麼勇敢之盾 又這個 又這個什麼 把這個什麼義大利 什麼荷蘭那些小船大船一起搞來 搞得有點 到底軍事目標 你要威責的話 威責最主要 就靠你的戰力啊 你中國大陸的 不管你是這個 這個東風21東風17 還是這些 在建載的這些 同樣的這個超高運分數 不斷的推出來的話 你再找多人沒有用 我是覺得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假設前提 如果給中國大陸 台海機會 我覺得是 這個機會 隨時都有機會 只是說 你要不要發生那個狀況 那大陸事實上的話 就是說 你逼到一定時 他一定出手 這是我對大陸的預判 就跟這次人愛交事件 你菲律賓 你搞到最後 你搞了一大堆特種兵來 對不對 你穿著你的特種兵服 層級不一樣 你把你的軍 你把軍事那快艇也用上來了 大陸就出手了 把你打的 打蒙掉了 你菲律賓現在敢怎樣 你美國再多三艘 三艘航空母艦 四艘航空母艦 所以美洲 中美飛防 共同防衛條約 就沒有用啊 一點用都沒有 最後是你有沒有出現的狀況 誰會真正出手 這比較重要 是 那小偉哥想請教您 那山東艦大家有意說 是說 是不是會出現在台灣的東部海域 這是兩岸關係 敵意螺旋下的一個警訊 你怎麼看 其實我一直不太認為 山東艦跟 未來中國大陸如果發動 所謂的兩岸統一戰爭 有太直接的觀念 為什麼 因為以山東號 就中國大陸 建造航空母艦來講 它的這個航空母艦 要用來奪取了這個戰略高地 不是在台灣東部外海 沒錯 的確 如果說今天兩岸 真的發生軍事衝突 如果美國要介入 那美國一定是在台灣東部 菲律賓海部署 航空母艦打擊群 以及周邊的這個基地 那這個時候你中國大陸 航空母艦殺進去 相對來講 你自己要對它能夠進行 補給的那個能力 並不好 因為為什麼 航空母艦很好油 航空母艦它第一 山東號自己是傳統的動力 第二它上面的艦載機 如果那個通常 以美軍的航空母艦 標準來看 美軍的航空母艦 如果維持作戰規模的架式 大概連你自己 這種核動力航艦 大概四天 要補一整船的這個燃油 幹嘛 飛機很吃油啊 所以這時候 如果說今天大陸的航空母艦 進到了這個菲律賓海 去進行 那個軍事行動的話 它的後路怎麼辦 它如果它的這個 後面的這個補給艦 三下兩下就被 美國或是台灣這邊 給截斷了 那它的航空母艦在那邊 基本上就是 一艘大型的這個水上目標 所以其實它的航空母艦 未來基本上我一直認為 是往南 或甚至往西邊 用來海上絲綢之路 維權之用的 那這個時候 如果說它今天 你說那個山東號 會不會進到台灣的 這個東部菲律賓海 進行演訓 我相信可能性一定有 而且不低 因為它在這個地方來演訓 同樣 它也在做一個戰場經營 雖然未來它的航空母艦 不見得自己直接到這兒 但是它的這個 包含解放軍的戰績等等 現在航程都夠長 有足夠能力 繞到台灣的這個東部去 所以它來這個地方 進行戰場經營 或者是到這個地方 表達我的存在 因為其實很多的這個軍事 這種不管演習也好 或者這種 那個同盟國間的協作 很重要的一個意念 是要轉達我存在這件事情 那這個時候 那個山東號 如果到台灣東部 它其實也就像包含日本 美國菲律賓等等 告訴你說 I am here 我在這兒 我在這兒 你要不要當初沒看到 有這個味道 根據韓聯社 在6月23號進行報導 隸屬於美國第9航空航母的 艦鬥群的羅斯福號 和動力航母 6月22號停靠在 釜山作戰基地 要參加接下來 每日韓首次 多域的聯合軍演自由之任 這回呢 羅斯福號航母 首次停靠在韓國的這個港口 也是美軍航母 時隔了7個月 再次訪韓 跟這個羅斯福號 一同訪韓的 這回還包括 有美國海軍的 哈爾西號 導彈驅逐艦 還有丹尼爾 警商號驅逐艦 那上一回是 卡爾文森號 和動力航母 在去年11月的時候訪韓 好嗎 首先來問介大使了 這回的演習是在日本還展開 那是美國向朝鮮 在揮舞大棒的表現 你怎麼看說 這是不是針對朝鮮的意味 會相當的濃厚 我覺得真的非常有針對性 非常有針對性 那其實最近 這個美國跟盟邦 在太平洋的水域的這個演習 那簡直是感覺上 目不暇擊 這個一個接著一個 是 有一些都好像感覺 有點很急性式的 就立刻就可以籌組一個這個軍演 說演就演 其實有個大環境 就是其實最近這段時期 有兩個例行性的大軍演 在這個太平洋水域 一個是美軍過去是海軍陸戰隊 他們自己 兩年一次的叫勇敢之盾 勇敢之盾在今年的時候 他把它擴大了 他除了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他把這個菲律賓 把這個澳洲 把日本都加進來了 而且他的這個演習地點 也上推到日本 把日本的一些這些區域 也納入勇敢之盾的這一次的演習 那所以呢 就變成正好在這一段時間 美國的軍事艦艇 這個日本的 韓國的 菲律賓的 都藉著這一些的這個演習 都動起來了 而且更熱鬧的 還有就是 六月二十七號到八月一號之間的 這個 所謂環太軍演 也快要上場了 那這一次搞二十九個國家 除了這個 亞太的國家來講 還有荷蘭 還有土耳其 還有英國 還有法國 還有加拿大 通通通趕在這個水域裡面 被形容說是軍事家年華 軍事家年華 所以就變成一魚多吃 反正船都到這邊來了 就給你搞個名字 就叫這個 一個又叫勇敢之盾 一個又擴大的 現在又有什麼自由之刃 又是什麼之刃 反正天氣不錯嘛 對不對 那這個 那個也不會太寒冷 適合在海上怎麼樣 做超越 又搞了這麼多軍隊來 就搞一起來 那所以這一次我覺得 不曉得是時間湊巧還怎麼樣 正好普丁到了朝鮮 簽了一個歷史性的協議 跟朝鮮簽了一個軍事攻守同盟條件 你們看這個金正恩高興的 把這個普丁報來報去報了好幾次 他報得都很緊 所以對於這個區域的 軍事戰略的改變 其實我認為演習都是虛的 簽約才是真的 今天美軍在這個地方 可以號召這麼多國家 這個時間就過來軍演 靠著什麼 靠的是條約關係 美國在這個區域裡面 跟日本跟韓國都有協防條約 跟我們中華民國以前也有 只是很不幸的美國幫我們拋棄了 1979年 把這個斷交廢約撤軍 我們就被美國開除了 可是美國還有菲律賓 也有這些協防條約 然後美國還有北約的盟邦 所以真正會改變 因為戰略 戰略長久改變戰略性 是這種條約 那在這個條約之下 你就天天都可以 就可以軍演了 對不對 反正就是說明目很正常 那就天天可以辦軍演 而且軍隊來了 突然還可以多兩個軍演出來 可是我認為真正影響的這個怎麼樣 影響這個區域形勢最大的 就是俄羅斯跟朝鮮簽的這個 攻守條約 那會影響整個區域的這個 戰略跟軍事的平衡 那不過就是說 過去這一次這個日韓 就是說美三方面能夠聯合軍演 這是有偽慣例的 因為過去的話 韓日是不聯合的 也不搞在一塊兒 而且韓國過去跟美國人講得很清楚 他說有一件事情 我跟你講清楚 就朝鮮半島發生戰爭的時候 不能讓一個日本兵套上朝鮮半島 為什麼 因為韓國人還 如果還有一點歷史觀的話 他們會知道 他們過去讓日本兵 兩度踏上這個朝鮮半島的時候 朝鮮都差點亡國 有一次已經亡了 第一次是封城秀吉的時候 那個時候如果不是這個 明朝出兵相救的話 朝鮮就被吃掉 那第二次就是 這個1895年 這個也不是1895年 這個日本在這個朝鮮半島 那麼進軍以後 最後在日韓合併條約以後 日本就變成 韓國就變成日本的殖民地了 所以現在這一次是 可以說是二次大戰以後 一個新的日韓關係的一個指標 那能夠維持下去很難說 因為我們表面上看 大家都在一起軍演 我以前聽韓國朋友就是說 我們跟美國人 每次有一個問題 就有一個問題不能決定 就在我們韓國打仗的時候 那是韓國兵要聽美國的 美軍的呢 還是美軍要聽韓國軍隊的 那美軍只告訴他們 美軍沒有答案 他說美軍只告訴我們一個 他說我們美國的軍隊的指揮權 在任何情況之下 不會交給非美國人來指揮的 是 所以呢 表面上看起來大家都可以軍演 可是骨子裡面 你會發覺還是有很多問題 不是那麼容易的 是 針對日韓之間的問題 我們要問蔡老師 那你怎麼看 因為大家都說美國這一次呢 看得出來就是想要撮合日韓 然後攜手充當他的馬前竹 但是剛剛報告了介大使 也提到了他們之前的這個矛盾 那這一次真的有辦法化解嗎 其實那個美國想要撮合日韓 其實已經非常久了 是 因為美國日本跟韓國是那個 美國在東亞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盟國嘛 那美日之間有軍事條約 美韓之間有軍事條約 但是美國從過去以來最頭痛的 就是日韓之間一直什麼 長期的一個什麼 長期的一個不和睦 那這個就是讓美國的一個東亞戰略 好像三角掃了一角 所以呢 他一直積極想要去撮合這個 日韓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是從那個拜登上來之後 他就開始來去積極撮合 所謂的一個日本跟韓國 希望這兩個國家呢 能夠坐下來談 剛好呢 天時地利人和 剛好日本跟韓國之間呢 也剛好都碰到了一個什麼 他們的一個什麼 就是彼此比較親美的一個政權 我們可以看到說 韓國的一個隱喜樂上台之後 那他第一個呢 就跟那個日本 來進行所謂的一個和解 然後來去改善日韓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岸田也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意願 但是呢 我覺得呢 日韓兩國呢 雖然有這樣子的一個意願 但是日韓兩國 他們到底能夠走得一個多遠 日韓關係到底能夠多緊密 我覺得這個還是有它的一個什麼 有它的一個局限存在 那從這一次的一個演習當中來看 這一次的一個演習的一個名稱叫做 自由之刃 那什麼叫做自由之刃呢 那個什麼 自由之盾 那個其實呢 就是那個美國呢 跟韓國之間 它有所謂的一個什麼 所謂的一個自由之刃 那跟那個 跟那個日本呢 它叫做歷任的一個軍事演習 所以呢 兩個合起來就叫做什麼 剛接到說說演就演 對 就叫做這個自由之刃 那在這個自由之刃的這個大帽子之下 日韓兩國呢 就是什麼 就是在跟那個 美國來去進行共同的一個軍演 但是呢 從這一次的一個軍演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什麼 由美國全權來主導 日韓兩國只是什麼 只是一個配合 那到底誰配合的一個程度比較高呢 從派出的一個軍隊可以看得出來 日本智慧隊派出的一個軍隊 其實是遠比什麼 遠比韓國的一個軍隊還要多 韓國的一個軍隊只有派出6500人 但是日本的一個智慧隊派出的一個人數是超過1萬人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呢 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日本的那個智慧隊 配合度是比什麼 是比韓國還要什麼 是比韓國還要高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 日韓兩國對於這一支的一個軍演 他們的一個目的 他們的一個什麼 他們的一個對象 其實也是完全不一樣 日本它覺得就是說 我們就是要針對什麼 我們就是要針對朝鮮跟中國 但是呢 韓國從頭沒有講到什麼 沒有講到中國 它只是說 就是針對什麼 北韓的一個威脅 所以他們的一個什麼 他們彼此之間的一個目標 還有它所要達到的一個目的 其實也是不一樣的 那日韓這兩個國家跟美國 他們到底能夠走得多遠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就在這一次的一個軍演之前 中國大陸跟中日韓已經舉行了一個什麼 中日韓的一個高峰會 那那個中國呢 其實已經非常成功的來去什麼 來去把中日韓三國 大家都什麼 都坐下來談 來談到一個什麼 我們之後要用FTA的一個 來去加強彼此之間的一個合作 那現在的一個韓國呢 也跟中國 那他們在進行所謂的什麼 二加二 它一方面跟那個美國來聚集 進行所謂的一個軍演 但是一方面又跟中國來進行 所謂的國防外交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二加二的一個會談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呢 韓國呢其實它是什麼 它是採取所謂的 還是跟過去一樣的一個什麼 Balance 這種平衡的一個什麼 平衡的一個政策 所以它還是在什麼 它還是在中 美之間 來去走它的一個什麼 平衡所 是 那我們說到這個海上軍事實力 我們就要來關注到 已經完成第二次海市的 中國大陸航母福建艦 央視呢這一回首度深入檢視它的動力 還有它的作業系統 它實現了一項公認不可能達成的成就 說在常規動力艦上呢 採用了先進的電磁彈射器 先前各方普遍認為說 只有核動力艦 才能夠產生足夠的電力 以使用這項技術呢 駐飛艦載機 而就排水量來說 我們要來看到福建艦呢 目前它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 常規動力航母 我們來看到它的規格是 中國第三艘航母具備了高度複雜的 電磁彈射阻攔系統 滿載排水量超過了8萬噸 現在大家常常會把它拿來跟這個 美國海軍已經退役的小英級的航母來相比 那紀文哥你怎麼看這兩個 幫我們評比一下 其實這兩個拿來評比 我認為有一點困難 因為這個道理很簡單 因為福建艦到目前為止 它整個配備還沒有完整 那我們大家只知道 它在排水量只有8萬多噸 確實就傳統動力航空母艦來講 這個是噸位幾乎是天花板 那另外電磁彈射 這是它最重要的一個特色 而且它跟美國之前的 所有傳統動力航空母艦相比 美國這些已經退休的這些老傢伙 其實都是使用蒸汽彈射 因此就傳統動力來講 它是唯一的No.1 因為美國的福特 或者現在在西裝的甘乃迪 它屬於核動力的航空母艦 但大家如果說非要拿來跟小英號相比 為大家簡介一下小英號的一些租源和特性 大概它在排水量這個8萬 滿載排水量大概8萬噸 那它的清排水量大概6萬多噸 那最重要就是它飛機其實搭載滿多的 大概80架左右 而且它整個艦員配置 大概這個艦員本身大概4900人 再加上它艦載機連隊大概500多人 總共大概5600人 但我們現在還不清楚福建艦 它配備飛機的數量多少 原始跟小英號相比的話 其實目前還很難有可比性 而且大家都知道 這個中國大陸這個建造航空母艦 雖然航空母艦有三艘 但它的艦載機其實還是 是逐步充實到位 目前已知福役就是有殲-15戰機 另外像直九這種救援直升機 或者部分返潛 另外還有直八拿來做預警 或者通用運輸之用 但其他的像殲-35目前在試飛 那還沒有大量生產 那空警600未來預定的預警機 目前在試驗還沒有大量生產 還沒有服役 原始如果相比的話 艦載飛機部隊 是福建艦未來比較吃虧的地方 因為它還沒有完整 還沒有一一到位 那具體更直白地說 它還有很多拼圖空白 等著把它拼起來 成為一個完整的艦載機連隊部隊 而且美軍的艦載機 事實上它使用幾十年 它相關的戰法戰術 運用的相關準則 相關的叫範 相關的訓練體制 其實非常的完整 而福建艦在這個部分 其實目前是初階的階段 它未來要學習的地方很多 因此福建艦和小英號相比 它雖然艦更為吸引 自動化程度更高 電池彈射 而且大家知道 它配備相位陣列雷達 總共32面 這兩大部分 事實上是福建艦 極大的特殊的地方 這個反映了它的後發優勢 在指管通勤兼真 它具備壓倒性的優勢 但艦載機連隊這個部分 那目前是它的短板 那未來還需要長久的發展 才可以補足這方面的補足 大陸航母福建號 日前完成了為期二十多天的 第二次海事返回到上海的 江南造船場 我們有來看到根據這個衛星照片顯示 福建號第二次的海事 進行了急轉彎 Z字型的轉向 還有海上大道車這些 大家看了很關注的這些動作 那大陸航母福建號這次試航的地點 是選在這個 您圖卡上看到在黃海的北部 我們要請大金哥幫我們分析了 說選在這個地方是有什麼樣的玄機嗎 還有它這個海上大道車背後的目的 秀這一波的目的 其實中國大陸要建造航母 或者是組成航母艦隊 它最主要的目的 並不是要像美國一樣 對什麼遠洋去投射兵力 中國大陸從頭到尾 它就沒有打算成為全球的霸權 去掌控全球的秩序 那是美國幹的事 所以當中國大陸在這個 積極地在發展它的這個 航母戰鬥群 它最主要的目的 當然就是為了保護自己 國家的利益跟國家安全 那現在看起來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這些航母 在做一些這個演訓跟操練 大部分在做的 其實都是這個反介入跟區域聚集 那反的是誰 就是美國了 講直白的就是這個 它就是避免 如果台海一旦發生衝突 美國它要阻擋住 來自於外邊的這個介入的力量 就是對北邊 對北邊來說 當然就是黃海 這是一條重要的防線 關係到美國在這個日本 沖繩的這個兵力部署 在南邊就是巴士海峽 所以那在東邊 當然他們也曾經做過 類似的這個演訓 所以你看它三邊 擺了三個航母艦隊的話 它就可以有效的去隔絕 來自於美國 介入的這種可能性 那當然美國要介入 你說從來自於西邊 從關島 從美國自己的什麼 什麼這個西岸的海軍基地 那恐怕要很久 那大概要兩個禮拜以後才會到 但是至少你北邊跟南邊的 這個狀況就不一樣了 北邊的話是隨時有可能 就很短的時間就可以到了 南邊現在美國還沒有完成部署 所以在菲律賓那幾個基地 這個美國還在部署當中 所以短時間之內 大概也還不至於 會有什麼樣的機動的力量 但是對中國大陸來說 它的航母不斷的在這三個點 做演練 其實目的就很清楚 那某種程度也是要告訴你 美國說 我也有這個能力 就現在 美中未來必將一戰 其實我相信這是中國大陸 跟美國軍方雙方共同 都可以認知到這一點 所以你看到我們剛剛講 那個帕帕羅講的話 帕帕羅講的話 到底是幫台灣還是害台灣 大家想想看 帕帕羅你現在說來放話說 你要把台海變成什麼 無人地獄 你連幾架無人船 你到底有幾艘無人船 你有幾艘無人潛艇嗎 拿幾艘出來看一看啊 到現在你們還在研發耶 你什麼都沒有 你現在居然告訴我說 你要把台海變成無人地獄 那你不是逼著中國大陸動手嗎 你現在就是告訴中國大陸說 以後齁 你如果現在不動手 以後台海就變成無人地獄囉 你以後來咧 就要面對我成千上萬的無人機 成千上萬的無人船 成千上萬的無人潛艦 不是如此嗎 所以我才說 帕帕羅在幹的這件事情 就回到了當時習近平講到他的認知 講到我們現在台灣街頭巷尾 隨便哪一個路人甲乙都有的共同認知 就是美國就是希望用台灣去引戰 引北京出手 然後來弱化中國大陸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 他現在在所做的一切的部署 目標都已經很明確了 你說他這個部署是為了解決南海問題嗎 看起來不像 因為他在黃海 他在巴士海峽 他在這個太平洋上 他並沒有大量的在這個南海進行演訓 而且講實話 南海的主權問題 這些小國家也不需要他派航空母艦戰鬥軍去 但這些東西擺在那裡的目的就是很清楚了 他就是要做這樣的一個目的 那麼以防海海真的一旦發生衝突 那麼他有絕對的能力去阻擋來自於外邊的 美國的軍事力量的介入 那這對台灣來說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他不斷地在演訓一次演訓 兩次演訓三次演訓 大家就說狼來了 狼來了 反正就是狼來了 可是大家還記得狼來了故事的結局是什麼嗎 就是狼最後真的來了 就好像俄武戰爭一樣 俄武戰爭到開打前最後一天 你去問基輔街頭的人 他還跟你說不會打 我們這幾十年來 俄羅斯就是這樣 絕對不會打 第二天就打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台灣自己要有一個明確的認知 就是你今天看到美國在玩什麼把戲 你看到帕帕如在講這個話 然後你在看到中國大陸在做什麼樣的部署 難道你真的不覺得我們離戰爭越來越近了嗎 那為了我們自己 為了我們的孩子 我們真的要做出明確的抉擇 是 好我們繼續回到這次海事上來看到 在進行這次試航的時候 其實大家很關心 包括一出海的時候 就來一個最小半徑的急轉彎大飄移 展現了這個氣勢 但是呢 從這個衛星圖顯示 初級這個轉彎的半徑只有3.4公里 這個半徑越小的話 代表說它的性能越強嘛 好我們看到這次海事的時候 加速八字都是在測算這個 戰術懸迴圈的這個角度 那這一次福建號它的表現呢 大家在說 有沒有可能是要因應美軍艦艇 來碰瓷再做準備 看看你怎麼看 碰瓷在海上 是不定時經常都會發生的 那今天福建號 它是一艘具有非常大的 時代意義的一艘 星銳艦 你今天看到它在黃海所做的 因為黃海比較寬 他們進入到黃海才能夠 做大動作的戰術演練 它現在做的都是非常重要的戰術動作 包括什麼 隻字形 以字到於八字形 甚至快速倒車 然後我們還 暱稱說是甩尾 這些都是一艘 戰略武器正在進行的戰術動作 航空母艦一定是戰略武器 那是從大方向來看 可是它在做這些戰術動作的時候 它必須要有 跟世界級的航空母艦相比較 就是美國母艦 我所知道的數據是 美國的航空母艦 不管是福特 福特前面的布希 布希前面的雷根 這幾艘航空母艦 他們在海上測試至少超過一年 那我們相信福建號也要超過一年 但它那個戰術科目是一定要做的 也就是非常小的轉彎半徑 為什麼 叫迴避潛艇攻擊 所以說 在這個情況下 它可以做到3.4公里的 這麼短小的半徑 因為美國母艦大概也只有5公里的限制之內 所以我今天就要說一句實在話 那你福建艦的功率非常的高 你的引擎出力非常的好 美國母艦都是28萬匹馬力 福建艦也達到20萬匹馬力以上 我今天要先跟各位講 一艘8萬噸的航空母艦 是碰到美國航空母艦可以等量奇觀的那種狀態之下 你就會覺得說 這科技的躍進實在是太可怕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先看福建艦 它是3條的電子彈射軌 然後福特號是4條的電子彈射軌 好像福建艦少了一條 福特號多了一條對不對 但不要忘了 只要一壞掉的話 那福建艦它的優勢就會顯現出來 因為美國航空母艦 它的動力系統是連動的 那當然它有一個優勢 它是核子動力 可是你不要忘記了 福建艦它現在 就在處於說最大的測試階段 今天如果說它的電磁彈射的系統 完全以後成熟之後 它就可以幹嘛 就可以接上了核子動力 而且第四艘國產航母 即將進入核子動力 直接跳過 又跳一代 現在我要特別講一個觀念 什麼叫跳了一代 其實我們就說 大陸的航空母艦 福建艦跳了兩代 為什麼 因為前面那艘山洞號 再前面叫遼寧號對不對 都是屬於這個就是說 滑跳彈射 滑跳彈射來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殲-15型 殲-15型 那個戰鬥機 它是從航空母艦上面起飛之後 它因為沒有蒸氣彈射的輔助 它只能靠它自身的動力 加上航空母艦 最後一段它可以跟著滑跳的飛起來 這樣子飛起來的話 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本身的艦載武器不能太多 太多的話 恐怕會對飛機的升力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就是滑跳甲板 滑跳甲板是第一代的 那第二代的話 你應該要採取跟美國一樣的叫做 蒸氣彈射 蒸氣彈射就是它是用非常大功力的 從引擎收集的蒸氣 然後壓縮蒸氣到了甲板上面 可以使一架25噸重的飛機 瞬間產生2萬牛頓的力量衝出去 然後衝出去的時候 它就直接可以升空了 它可以全載 它可以全載全備重量 殲-15可以載到8噸炸彈 8000公斤的炸彈 可是在山東號做不到 現在在福建號上面就做到了 我做給你看 真的可以把整架全載重量的飛機 給彈出去 所以我說今天畫時代的進步 它從滑跳彈射到蒸氣彈射到電磁彈射 它直接捨棄了蒸氣彈射 直接進到電磁彈射 你說它的進步有沒有畫時代的意義 這真的是意義非常的重大 所以我覺得現在 雖然福建號 它仍然在進行戰備 以及成熟的演練 但是它有這麼大的進步 你就會覺得說 將來再配上核子動力 它的能力將會是無遠佛界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剛剛說過了 8萬噸去兌10萬噸 這個其實只是一個字面上 沒有太大的意義 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最大的意義是說 它有32面的有緣相控雷達 像美國最先進的叫做 朱瓦特 驅逐艦 它就配備了功率非常強大的 有緣相控陣列雷達 那我們的海軍也是現在在慢慢在進步 也就是神盾系統 那你說福建艦 它福建艦它為什麼 它竟然可以配置到32面 哇 這真的是太厲害了 因為福特號只有12面 而且福特號的那個有緣相控雷達的 那個就是它的那個 逆中的性能不好 現在現階段雖然說 福建號它只能夠載60架的戰鬥機 那福特號可以載75架的戰鬥機 還是有段距離對不對 可是這一段距離 我可以跟各位講 是非常容易就會被中國所超越 那只是假以時日的問題而已 那我們現在還要再講到什麼 我們還要再講到最重要的就是說 好 現在我手上拿的是F-35戰鬥機 F-35戰鬥機它的外觀跟未來 中國海軍會配備的F-35戰鬥機 其實外觀是非常相似的就對了 但是呢這個F-35戰鬥機 我可以跟你講一下 美國現在遭遇到多大的困難 800項軟體那個就是缺點 到現在還在改改改改改 為什麼 因為軟體是美國最重大的那種 就是說我要戰勝你的智慧財產權嘛 所以在這方面它不斷遭遇到問題 所以大家要曉得 現在在那個上海的長興島 F-35戰鬥機的測試已經到一個段落 它很快就會上到了 福建號航空母艦上面 如果說它的電磁彈射的系統跟福建號 跟很緊密的可以搭配的上來的話 那它很快就會形成真正的戰力 因為一般而言 通常航空母艦出去測驗要三年 三年以後才能夠成軍 每一艘都要 你知道福特號花了幾年嗎 福特號花了八年 福特號花了八年到現在才有 福建號才剛剛完成 到它現在下水去測試 還不滿兩年的時間 它可能到了第三年 它就可以正式成軍 我想請問你 這種代差誰能做得到 這種科技的躍進 誰能夠做得到 而且福建號 將來還會再配備什麼 就是大家可能比較不了解的 就是空中預警機 當它的空中預警機 它會配備空警600 那跟美國的E2T 我們中華民國也有E2T 是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你 它的徵收範圍 加上它的32面的有緣相控陣列雷達 可以讓整艘航空母艦的 巨子也就是攻擊能力 無緣佛界 非常非常的令人驚訝跟驚艷 這只是假以時日都會成真 對於是 對於是